主料,鸡胸肉一块,辅料,料酒,盐,胡辣粉,五香粉,柠檬,鸡蛋两个,面粉一盘,面包炕一盘,番茄酱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将鸡胸肉洗净,切成条状,加入料酒,盐,胡辣粉,五香粉拔匀,将柠檬汁紧入鸡胸肉,拔匀腌子三十分钟, 鸡肉过一遍面粉,再过一遍鸡蛋液,最后在面包汤中滚一圈,将裹好面包汤的鸡胸肉放在碗中,锅中倒油,油到七成热时,下入鸡柳,炸薯金黄色即可,再配上番茄酱,烹饪技巧,一,柠檬汁可以去除腥味,吃的时候还有股柠檬香,特别美味,二炸鸡柳时一定要用小火,否则会炸焦的, 三,鸡胸肉很嫩,比较容易熟,所以炸出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